有一點獨職喔,還是怎樣 我以為這個部分他上課的時候已經有先講過了 就是我們其實在這個水池 大家知道現在來到供僚這個地方 然後是因為我們這個生產班其實是因為我以前 林務局的水池田保育計劃 然後剛開始是以保育為主 但是保育需要有人去保育 所以那個最重要的就是這邊的農民 那我們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每一年每一年覺得說 可能我們必須要再往前面走一點點 然後可以讓這個生產班繼續下去 那這樣這裡的水池田環境 這裡的生物才有人去做照顧 其實我們一直把農民當成是最好的基地管理人員 然後合伙人這個制度其實就是大家講的 所以它是有一點點像股東 然後我們現在是有兩種合伙人 我們一種合伙人叫做體驗型的合伙人 就是今天他們來到這裡 他們這些朋友就是二哥的體驗型合伙人 那體驗型合伙人 我們的想法是說他們可能是對農事的參與有興趣 因為這邊的農法很特殊很古老 然後幾乎已經可能20年前台灣的農業都是這樣的 那但是現在已經幾乎都沒有了 因為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經機械化了 那他們這種合伙人就是跟著農民一起做事 也是一起照顧的附近 那他們就是每年用實力點心的 然後支持這個農務 那農夫他們在插秧 至少插秧手套還有收割的時候 他們會通知他們的合伙人一起來幫忙 那到收成之後啊 他們就可以拿到時間 他們一起參與耕種的名 就是在他們 他們有參與的這塊田地裡面 然後有流過汗 流血流汗 然後種種的名字 然後就是這個是一種合伙人 然後另外一種合伙人 我們叫做米糧型的合伙人 那米糧型的合伙人 他其實是以拿米為主 就是他的米會比較多 那為什麼我們要有這樣的設計 其實我們的農戶啊 現在生產方的農戶總共有10戶 那我們會把它分成說 像蕭二哥他們叫做拋頭露面組 就是他們其實比較年輕一點 然後他們可以去接受不同的變化 然後可以跟外面的朋友 分享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生活 那但是我們還有一些農戶 他們是沒有辦法這樣做的 他們就是很害羞 然後他們就是很想說 繼續在他們的生活節奏裡面過生活 那我們就是把它叫做默默耕耘 但是後來覺得我們這樣就分好不好 其實蕭二哥他們也很 我跟妳 可是他們也可以拋頭露面 那但是這些農戶 我們覺得說他們還是需要支持 那就是由我們黎和和這邊 來招收那個米糧型的合伙人 那米糧型的合伙人 他就變成說他是以拿米為主 然後他是沒有參加活動的 但是不管說是米糧型的合伙人 或是米糧型的合伙人 其實我們都會說我們的合伙人 其實他們很了不起 因為他們的買的米 比零售的米還很貴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說 這邊的價值不只在農產上面 他的農作的產出其實是很少的 但是他有更多的產出其實是在生態上面 但是這些生態上面是誰要去支持 我們不可能說要賣給誰啊 這隻蜻蜓賣多少 然後那個田螺賣多少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去支持這個生態的產出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合伙人 他們其實買的米 如果以他們的每年支持的金額 去換算成米的價格其實是非常貴的 然後因為我們是希望他們是可以一起去支持這裡的環境 然後支持那個看不到的生態的環境的產出 那所以我們其實這個是一個好像還蠻特殊的 我們自己講出來 但是我們很感動的是 我們其實這幾年招的合伙人都很順利 那大家其實不會去戰複說 咦為什麼你們每年九月還是有在賣零售的米啊 那為什麼我的 我是你們的合伙人 然後我還預購了 但是我的米卻比你們零售的時候還要更貴 從來沒有人對我們有這樣的支禮 因為我想他們都了解我們想要做的那個部分 因為我們希望說在台灣推那個 就是那個PMS的想法 然後推生態希臘語幾部這個觀念 就是生態幾部的觀念 那也許一部分政府也有可能會做 但是我們也覺得說把這個觀念 讓一般的人也可以來做 然後 對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感謝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 不小心 來個節奏 那像他們這樣的合伙人有多少 我們每年就是我們有兩戶這種 拋頭露面子 對 然後他們大概各收 今年大概收了18戶左右 18、19戶 對 然後米糧型的合伙人的話 我們就會根據 我們會先估算一下 所以今天能到桌的產量 然後大概抓一個值 但因為這裡的變數很大 所以我們不會把它抓到太滿 然後還是會預留一些零售的米 然後 其實也有朋友會問我們說 那為什麼你們不直接把米的價格提高 就是比如說 我們現在的 如果說是用有機肥的這種的米 我們一斤的價格是90元 零售的價格是90元 那我們當初其實主要在想說 如果真的我們要把水滴田所有的 譬如說他的勞務付出 然後他的生態價值都換算到米價裡面 那個米價真的會非常高 對農民來說 他們才可以好像才可以比較平衡 只是我不知道說我們這樣的想法對不對 我們一直覺得如果是那樣子的時候 其實這裡的米只有某一個階級的人可以吃 然後一直不希望是變成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支持生態的朋友 其實他們自己的生活就是也是過得很堅固 那如果說因為這邊的米是真的很乾淨 它不一定最漂亮 它不一定最好吃 但是可能如果說我們把它價格變成說 一百五三百已經這樣的時候 那就是變成一種就是在階級化了 然後這個我們自己一直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寧願是把它切開來的 比如說在支持生態的時候 可以有另外一種方式來支持 然後在買米的人 其實他買一包米還是在支持 也許他的能力剛好可以這樣子做的時候 那他還是有支持到這裡的環境 那他還是有支持到這裡的環境 那我應該要把他們的合夥人家去看一下 那我應該把他們的合夥人家去看一下 那我應該把他們在合夥人家去看一下 那我應該把他們不願意講講 那我願意講講 那我會拿我進去的是他 那我真的把他們拿我進去的 那是真的啦 這樣子進來 那我還是覺得 那我還是覺得